Hello大家好,我是Parker 如無意外,我這條片是上傳的那一天 未來的時間應該是2021年的東京奧運 順利開幕了 在這麼高興的日子當然要幫他賞一下慶 大家都知道今屆東京奧運經歷著重重困難 還有大量的醜聞 而且最近東京首都圈 東京千葉、棋獄和神奈村縣 是處於緊急事態宣言的狀態 因為日本最近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數 有達到三四千人的水平 每一天的感染人數 但無論疫情再怎樣反彈也好 或者民意怎樣反對舉辦東京奧運也好 除非金仔發一支導彈過來東京 否則東京奧運應該會順利開幕了 而且前一陣子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 亦都向著傳媒說 向著日本人說 舉辦東京奧運 其實對於日本人來說 這個感染風險是零風險的 所以呼籲日本人安心去迎接東京奧運 而日本政府一直以來都很順口痴狂地說 會安心安全地舉辦東京奧運 但其實你看看日本政府一直以來所做的 對大會所做的安排也好 其實只會令人越來越擔心 例如一邊是呼籲市民留在家 盡量不要出街減少人流 但大會又會安排奧運會戶外大屏幕觀戰 自己製造人流 又或者是呼籲一般食肆 或者是居酒屋就不要提供酒精飲品給客人 但大會又會打算安排在場地裏 提供酒精飲品給觀眾 不過後來是批評聲不斷 而是取消這個決定 還有這個外國選手團 其實是可以無視一切的隔離規矩 而且是可以自由活動 你看有烏干達的選手是可以行蹤不明 你就知道其實他們的選手團是基金帶自由度 而且還有在選手村裡面會大量提供衣服供應 即是外國選手團的選手可以自由開闢 亦可以隨便喝酒 這樣做何來是零風險呢 可能有人會覺得前一陣子歐洲國家杯決賽的時候 英國其實當時好像每一天都有幾萬人確診感染 但當時有入場觀眾舉辦歐洲國家杯決賽 又是甚麼事都沒有 可能有人會覺得日本一天幾千人感染 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其實日本和英國的狀況是完全不同 至少是疫苗接種狀況也完全不同 而且日本其實是接收新冠肺炎的環節醫院 數量有限的 還有有前線的醫院其實一直都是反對政府 舉辦東京奧運的 也有專家一直呼籲即使舉辦奧運也好 不過都是盡量不要安排有觀眾入場 這樣就可以減少把感染和疫情擴散的風險 減至最低 但對著這個政府當然是對牛彈琴 不過公道地說其實日本都算是受害者 因為對著這個國際奧委會簽的主辦國這個條約 其實是有少少像是這個不平等條約 因為你就算遇到任何情況都好 最終決定是可不可以取消中止奧運這個決定權 是在這個國際奧委會方面所有的 即使東京有遇到任何狀況都好 即使是東京說不想舉辦奧運都好 最終決定權都是在這個國際奧委會身上 那表面上這個日本政府好像是 就沒有辦法向這個國際奧委會說不 但其實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還是日本人其實本身是不太擅長向對方說不 即是如果大家平時有和這個日本人有交流經驗的話 都應該都很清楚 比如說你向一個日本女生表白的時候 當對方是想拒絕你的時候 她是不會直接跟你說不 她會說很多很遠轉一帶都遠轉的理由 令到你是知難而退 又或者在生意層面上 對方其實條件上 她是沒有辦法滿足你的要求的時候 日本人都是不會直接跟你說不 她會說一句 她會盡所能地滿足你的要求 又或者說一個極端一點的例子 比如說在這個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時候 這個太平洋戰爭 那麼日軍其實已經是知道 明知道自己是沒有辦法反敗為勝 戰勝這個美軍 但也都會是 竟然是會叫自己軍隊裡面的年輕士兵 駕駛著一架零式戰機 衝向敵軍的戰艦上面 作出這個自殺式攻擊 那麼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其實是一個天生需要閱讀空氣的民族 那麼當時竟然是沒有人是 夠膽是向上司 這個上級官階的人說不 應該這樣說 當時軍隊裡面就是離蠻著一種 是沒辦法是說不的氣氛 結果戰敗之後 竟然是沒有一個人需要為這個戰爭負責 因為其實當時是集體意識令到這件事發生 是每個人都默默在找到這件事發生 那麼所以到底是國際奧委會 是向東京有關方面施壓 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舉辦東京奧運 還是日本人的回答無靈兩可 說自己是會盡能力舉辦今次的奧運會 令到國際奧委會的人 不以為日本人在這次疫情狀況 爆發狀況之下都可以順利舉辦東京奧運 其實一個國家領導人 以一個自己國民的利益優先為大前提考慮 放棄舉辦東京奧運 又或者堅持不肯借出這個場地舉辦這個賽事的話 其實國際奧委會最終都是無計可施的 有報導就指 如果日本是單方面終止舉辦這個東京奧運的話 日本方面是要賠錢 賠這個1萬億日元給這個國際奧委會 但其實由去年這個疫情爆發來計 日本總共宣布了4次緊急事態宣言 4次緊急事態宣言 其實日本全國已經損失了 接近14萬億日元的損失 再賠1萬億日元給這個國際奧委 其實都是濕濕稅 所以這次是要堅持舉辦東京奧運 我想應該不單單是錢銀方面的問題 其實大會在開幕前已經不斷傳出很多醜聞 包括大會會輝事源抄襲的事件 事件發生在2015年的時候 當時是負責東京奧運大會會輝的設計師 佐野賢二郎就被人發現 他提供的設計是涉嫌抄襲一個比利時設計師 唯於比利時的一間劇院設計的作品 涉嫌抄襲他的作品 最終大會就宣布取消 佐野賢二郎設計師的資格 以及會輝再領行毛澤作品 最終這個會費就變成現在大家看到的樣子 另外還有今年年初 東京奧運組織大會委員會的主席 辛喜朗涉嫌作出一些藐視女性的言論 他就說在會議期間 這個女性發言的時候 會令到會議時間變長 引起一陣性別歧視的風波 最後搞到要辭職 最後由前女性運動員和現役的議員 這個僑本聖子頂上組織委員會主席的位置 但是很多人都認為這次移動是因為基於群眾壓力 所以就為了消除這個性別歧視的言論 這個疑魂 就是要強行找一個女性的議員去頂上這個位置 但是原來之後就發現這個僑本聖子 曾經在這個公開場合會要求一個男性運動員 向一個男性的運動員索敏 其實一個人是當得到權力之後 是不是都會習慣於利用他權力帶來的方便 而滿足自己的性快感呢 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是不是不論男女都是共通的呢 另外還有這個杜邊植美是被要求扮豬事件 事源就是因為這個東京奧運這個開幕式的創意總監 曾經就提議要這個杜邊植美 在奧運開幕式上面做一些硬滑溪的表演 扮豬表演 事件最後又是引起一陣騷動 甚至令到這個創意總監要辭職 另外還有上一個月好像是有這個東京奧運內部的員工 這個內部的高級職員是自殺輕生 但是到現在為止都還未公佈是發生什麼事的 還有這個烏光大的運動員是行蹤不明 還有這個不斷有外國來的選手團是確診感染這個新冠肺炎 還有一個人是不說不行的 就是這個負責東京奧運的音樂創作人 這個日本音樂家小山田歸悟 被揭發他在高中的時候向自己同校殘障的學生作出欺凌行為 這個人今年好像是五十多歲 他高中的時候就是三十多年前 他具體是做什麼欺凌行為呢 他會要求對方吃自己的排泄物 還有會要求對方全裸地在學校的走廊罰棋 還有日常會當他是沙包地不斷吐打 那為什麼這件事會被人揭發出來呢 說出來真是好笑 當時這個小山田歸悟這個音樂家 其實他在九十年代的時候是幾出名幾紅的音樂家 那時候他接受一本日本國內的音樂雜誌訪問的時候 竟然將他高中的時候欺凌一個殘罪學生的事 當是一種過往的校園日誓 或者當是自己威水事這樣說出來 竟然這本雜誌是將這件事沒有生戰的 直接將它發行的 雖然這件事是三十多年前發生 但是其實現在被人揭發出來 尤其是現在網絡時代當然是引起社會公憤 尤其是你代表著日本這個國家顏面去幫奧運會做事 而且不單止是日本國內 有很多外國的媒體已經有報導這件事出來 基於這個群眾壓力和輿論壓力 這個小山田歸悟都是辭職 我以上講了這麼多有關這些東京奧運的醜聞出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稍為明白到 為什麼我又或者我身邊的日本人會這麼抗拒這個東京奧運呢 其實可能有人會覺得 這些成大的運動會城市 為什麼要跟政治扯上關係呢 但其實奧運會本身由頭到尾始始終都是政治秀來的 是一場展現國力的一場政治秀 它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賺錢的活動 但其實日本政府現在還有很多需要認真處理的問題 是要處理的 包括這個東北復興的問題 又或者是福島核廢料處理的問題 是否還有餘力去舉辦東京奧運呢 奧運會的賽事我應該一場都不會看 當然我不會叫大家不看 大家可以是很自由很輕鬆地去看 你支持你自己喜歡的運動員 沒什麼所謂 但我自己就應該沒什麼心情看 接下來還有兩三個小時應該就會順利開幕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今天就先講了這麼多 我的頻道就主要介紹日本生活資訊 還有一些新聞資訊 如果大家都喜歡日本的話 就記得讚好留言和訂閱 又或者是對頻道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